玉理警分局为了提升民众主诈试诈的应变能力 侦查队和玉理派出所合作拍摄宣导影片 并且以假投资争获利为题材 以幽默贴近民心的方式来将反诈骗宣导要升职民心 这次拍摄以假投资获利为题材 经过警政署统计是高发并且容易上当的诈骗手法 而常见的话术多用金情关怀、假爱情、桥段来进入话题 掌握独居长者、单身男女或是高龄长者 比较需要有关心陪伴的情感 也请民众切记诈骗集团常常挑选 鲜少与他人接触的人下手 以致高龄长者常沦为诈骗对象 不仅拍摄影片防止民众诈骗 这次也前往玉里镇射箭比赛场地 宣导防止民众被诈骗 也利用这次机会实施反诈骗及交通安全宣导 来让我们花莲南区乡镇的居民 在裁缆上能够避免受骗 行车能够更加安全 玉分局长黄敬尧说 呼吁乡亲网路投资有风险 请民众切记 如果有接获不明来电 只要提起钱财都可能是诈骗 最后如果有疑虑 请拨打165专线多方查证 减少受骗风险 记者高双双玉里镇采访报道